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上個禮拜上課的部分 我都會放在我們的雲端 所以雲端的位置請各位一定要記起來 會把影片都會貼到教學論壇裡面 你可以看到假設你有加進來的話 應該會看到上個禮拜的連結 每一次上課就有一個連結 所以這邊有一個第一次 之後有第二次、第三次 一個清單 這個就是我們上課的進度跟內容 給各位參考 然後上個禮拜的內容 就是這五段影片 如果你假設回去要複習的話 基本上就是把底下的連結 上課的完整內容、教學、影片都在這裡 會是一個YouTube的播放清單 當然你可以全部播放 或是個別找你比較不熟悉的影片去做播放 大概是這樣 反正回去的話 我想你要播放YouTube應該蠻簡單的 現在基本上手機一定可以啦 筆電、電腦、甚至 現在只要你家的電視 不是太舊的 應該都有那個智慧連網電視 然後你只要登錄你的帳號 然後其實也可以看到這個影片 你可以在客廳也可以學習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學習的方式蠻多元的 而且其實還蠻輕鬆的 有沒有 現在電視都可以連網 所以回去蠻方便 你會打開有沒有 然後或者是很多YouTube也可以連網 所以現在好像家裡一定要有那個連網 所以這個好像變成必須啦 可是你回想二十幾年前 這個感覺好像蠻… 以前的話沒有想像可以這樣子 但是二十年之後 其實會有一個蠻大的轉變 我在想說AI其實也有類似的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你們可以思考一下 然後當然我們重點是擺在 如何使用那個Chargept AI的部分 輔助我們去解決那個Excel的相關問題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針對有三個問題 OK哪三個問題 各位記得吧 第一個問題就是REPD這個部分 有沒有 這個我們要REPD 讓它產生信號 根據銷售量 100個產生一顆心嘛 那當然以前的做法是 你一定要記得一定要會REPD 第二個的話 你一定要知道怎麼樣給REPD的相關的參數 有沒有 加兩個啦 一個是什麼… 什麼次嘛 重複幾次 那你必須要把這些公式填滿 你才有辦法公式完成 但是現在有Chargept之後的話 它直接給你公式 你根本連打這個公式都不需要 但是我還是建議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還是要了解一下 函數 它已經跟你講REPD了 接下來的話 你可能要至少要看懂 就是那個函數 它會需要哪些 這個後面叫引述 那所謂的引述就是說 它會問你一些問題 它最後會幫你把 那個最後你要的結果產生出來 所以函數的話基本上 主要還是跟你互動 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要重複的字是什麼 你要重複幾次嘛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可能也要慢慢要看懂 這個引述的這個名稱 理論上它這個前面會是英文的 不過它的下方會跟你講說 這個英文的名稱到底是什麼意思 OK 雖然我是覺得 固然那個AI CHARGBT可以幫忙 但是我覺得有一些細節部分 你恐怕還是要會 如果不會的話 將來 難保就是那個CHARGBT 它如果出現錯誤的話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錯誤 我覺得還蠻有可能的 因為它現在還沒有很聰明 OK 所以如果發生錯誤 你至少還會修正 不要說完全沒有修正錯誤的能力 那這樣當然不行 OK 所以上個禮拜第一個問題重複 第二個的話 好像我們就是針對那個什麼 針對身分證字號的樣子 我記得 身分證字號的第 這邊有一個 L-E-N-N-D-M-E-D 這個部分 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是取前一個字 根據它的性別 產生它的稱謂 比如說這個就是吳先生 因為他男生嘛 這是張小姐 意思類推 所以要把這個全部把它產生出來 那我們上個禮拜的話 就是在雲端 所以將來第一個 上個禮拜的影片 都會在教學論壇裡面 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你們要加進來的話 請你給我 就是你的名字 因為這個論壇的話 沒有對外開放 所以假設你沒有給我正確的名字的話 要不你就跟我 我有時候會幫你查 我可能查E-mail 如果E-mail你們之前填問卷 我可以查得到 那我就把你加進來 但是我查不到 像好像上個禮拜 有一個同學 不知道是不是我們班上的 有兩個吧 剛才有同學加 這個有名字我可以查到 但是這個是什麼 Keep going 那我查一下好像不是 如果你是 這個E-mail如果是你的話 你等一下下課再跟我講一下 像這個是說他是學員 但是我好像在問卷裡面 查不到這個E-mail OK 所以如果是你的話 你可能下課再跟我講一下 是你嗎 OK 好 好 姊姊名字是 姊貴重 我沒寫 沒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我之後會把它登記 好 可以 因為我會把它登記 確定說哪個東西 有加哪個東西 沒加 OK 我會做一個管理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繼續去看 所以上個禮拜的講義部分的話 理論上我會把它放在雲端白板 所以以後你要記得 我們的雲端上面 然後把它點擊進去 第一個單元的第一個程式碼 我把它放在第一個 這是上個禮拜的東西 用Charge PD 那當然 問問題的方式 理論上就是請他要做什麼 然後你的需求跟他講一下 那需求部分的話 可能敘述的方法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你直接把畫面 也縮小一下 有沒有 直接這樣看 把B3的儲存格 比如說這個是REPD 我就直接看到哪一個儲存格 這個是B3 那我就直接在這邊敘述一下 請幫我撰寫Excel公式 需求是這樣 那細節就是 請你幫我把B3儲存格 其實B3儲存格這三個字不加也沒關係 你就將B3的銷售量 甚至你把158這個數字也帶過來 然後用信號輸出 每100比1顆心 其實還滿簡略的吧 OK 那它就會幫你把那個公式給產生 那產生完之後 你剩下來就是需要把那個公式貼過來之心 這樣就OK 上個禮拜的重點 所以你會發現 建議各位回去的話 只要上班用到Excel的公式 不會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試看 用9大概 我發現 大概這個方式 大概95%以上的問題 應該都可以解決 這實在太棒了 OK 不然的話以前 常常同學來學Excel的話 其實需求就在這裡 但是每次都會問 那總不可能老師一直讓你問吧 OK 你只說上課可以問 那下課的話怎麼辦 OK沒關係 現在下課還可以問 下課的話 你就問那個CharlieBT 它其實也會跟你講答案 OK 所以上個禮拜的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是身分跟字號的性別 所以底下我有把這個一樣 在底下 所以回去要複習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 這個是第幾頁 第三頁 就是第二個問題 一樣 也是一樣幫我寫一個公式 然後將B12 所以因為我的資料在B12 這個是B12 B12對不對 然後身分跟字號給他 然後跟他講說 我要針對這個公式取得第二碼 並且判斷 判斷性別 若為一則男 然後反之為女 敘述方法當然也不一定要很搖智 你就是平鋪直去也可以 反正主要是要讓他看得懂 不一定是 請問他怎麼知道是哪一個檔案 你不用知道哪個檔 因為將來你產生的公式 直接貼過來就好啦 貼到這邊 可是比如說我有好幾個檔案開著 他怎麼知道我在問哪個檔案 B12 你說B12 沒有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不要把問題弄得那麼複雜 只要是針對這個檔案就對了 甚至你也不用跟他講說 哪一個工作表 其實如果細部的講 你要跟他講說什麼 什麼文字與資料函數的 這個哪個工作表的哪一個位 但實際上 因為我們的問題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主要就是這個檔案的 這個工作表的 這個儲存格 所以其實不用跟他講太複雜 反而你跟他講太複雜 他會誤以為說你的問題很複雜 他還會跟你講說 可能如果用Excel的公式 他會跟你講說 這個可能沒辦法做到 可能要寫VBA程式 OK 所以我們的需求很簡單 所以問的問題千萬不要太複雜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是說前面這個地方 是不是要加那個什麼那一個檔案 對不對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就是這個檔案 OK 當然如果你開很多個啦 你就是主要針對那一個就好了 因為將來貼公式 你就要知道貼到這裡就好了 OK 你不要轉正你哪個檔案 你就貼哪個公式 這樣會比較單純一些些 所以這樣的敘述啦 我是覺得好像就蠻簡單的 而且他應該問題都還蠻可以解決的 OK 然後等一下我們還會用比較複雜的 因為後面的話還有一個問題是綜合練習 這一題的邏輯主要就是把電信業者加上區碼 再加上墨碼 上面有一個規則 範例是什麼 例如要長得這樣 所以這邊應該是0911 然後一個減號加上一定要三碼 所以要084 一個減號要007 那如果說底下有提示 如果我只能要求一定要用REPT加上LEN 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可以完成這個最後的輸出結果的話 那這個公式應該怎麼去下 OK 這邊可以想想看 不過以前假設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哇 很多同學就開始投降了 是這個問題太難了 OK 但是呢 其實你們不妨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問題 你直接丟給那個Charles GPT之後 他蠻厲害的 出乎我意料之外 居然把那個答案直接給你 而且完全正確 真的是太厲害了 所以國外當然也有人 直接拿那個美國律師考試 直接丟給Charles GPT 居然他可以考上律師 OK 然後最近好像還有個網紅 直接把那個台灣的那個什麼 這個學測的這個考試 直接就丟給那個Charles GPT考考看 你看看他有沒有考上台大 結果呢 答案是肯定的 OK 居然Charles GPT把那個問題丟給他 問他那個考試的問題 他居然 當然不是每一科都是 比較正確的基本上都是記憶性的 比較高分 好像英文好像考滿分 歷史地理那個都接近滿分 國文好像還沒到滿分 反而數學好像就比較差一點 因為可能需要思考 OK 好啦 所以待會的話也許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三個問題 再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就上個禮拜我們還有提到VBA的部分 有沒有 所以像第三個問題是 稱呼嘛 這個叫吳先生 OK 如果人工的話 這個做配上花時間 那如果用那個公式完成的話 那Charles GPT我也是一樣的方式 請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對不對 然後呢 將A10 哪一個 所以我一樣把它放在旁邊 有沒有 將那個A10 A10 OK 有沒有 A10的這個儲存格 那這邊所謂的A10 其實你不用特別還跟他講說哪個檔案 反正就是A10就對了 這樣比較簡單 然後甚至你可以把這個資料帶過來 跟他講 這個A10裡面是叫什麼名 那你不給他其實也無所謂 好像他不給他一樣知道這裡面的東西 然後取得第一個字 然後呢 並且根據那個什麼 B10 B10就是這個儲存格 B10 然後呢 幫我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是男生的話 那就是幫我 後面我有多一個 這個敘述的方式 接在一起的話 一般習慣叫串接 那這個用法是比較固定的 有點像工程師 就是你程式敘述的話 多半會用叫串接 字跟字要把它接在一起 這個動作叫串接 但是我在想說如果我用別的敘述方法 反正接在一起 他應該也可以看懂 那另外的話 為了避免他看得懂 我用串接 然後關鍵字前後 所以我一般習慣會用前後雙癮 這個如果你有加 我覺得他比較不會誤解 不然如果你沒加 比較容易有誤解 所以上個禮拜這個最後 產生之後呢 他一樣幫我產生一個公式 那最後結果應該都是沒問題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又延伸了一個 向前又跨境的很大一步 因為上個禮拜 其實說真的 以前上課光講這集題 講完應該就下課 OK 而且同學好像已經飽和了 但是呢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又多請TrackBee幫我做一件事 請幫我改寫為VBA程式 OK 那你會發現 上個禮拜好像他會產生兩個 一個是叫做Function OK 一個叫Sub 那兩者其實都是VBA程式 所以有的時候 TrackBee他不知道 你到底需要哪一個的話 他可能也有可能用Function 也有可能用Sub 我看好像上禮拜剛好有同學 出現的是Sub 所以呢 他就把Sub貼到那個什麼 這個模組裡面之後 一Run 發現奇怪好像沒有 好像上禮拜就有同學 馬上問問問 老師為什麼 我把這段程式 Sub有沒有 頭跟尾就是 Sub到End Sub 頭尾 然後把它Ctrl C 然後你說老師 你不是說呢 要把它貼到那個什麼呢 程式叫LT加F11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LT 然後我就把它貼上去之後呢 有沒有貼上 Ctrl V貼上 什麼事都不用做呢 他說 為什麼我得到的結果 沒有看到 有沒有 跟你一樣 插入這個函數 然後在這邊有沒有制定 什麼使用者定義 沒有 其實這個地方就很重要一點 所以以後你可能要記一下 也不能說完全 就是閉著眼睛就貼啦 好像還是要看一下 LT加F11 你可以看到 如果是Sub的話 那表示它產生的VBA 不是你要的所有的制定函數 而是這個 這個叫副程式 那怎麼辦 你有時候問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上 請幫我 也許這個問題裡面的話 你可以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寫為VBA的 Function程式好了 你也許這個地方可以加一個 你如果要Function的話 你可以VBA的 Function程式的 那你這邊可以加一個 敘述 讓他比較知道說 你到底要是用哪一個 是Sub呢 還是Function 那這樣的話 它就比較不會出錯 這個的話順便講一下 所以我再貼一次 這個才是對的 那Function怎麼判斷 很簡單 它的開頭一定是Function 結尾的話是EndFunction 頭在這個地方 尾巴在這裡 那它的名字就在這裡 參數就是兩個 一個是Name 一個是Gender OK 這個應該是它的稱位 OK 然後你就把這一段怎麼樣 Ctrl-C 有沒有 再把它Ctrl-V Ctrl-V的話 記得一定是貼到 VBA的模組 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OK 有沒有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在同樣的動作再做一次 這個地方在什麼 插入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類別 記得喔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類別裡面的話 這個時候 有沒有看到 插入函數 那一樣是選取類別的時候 最最最關鍵的這個 有沒有 類別是出現的 叫做使用者定義 就會出現了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大概小心一下 那也就是說 VBA的話 它其實就是有兩種型態 所以以後人家問你說 請問一下VBA有幾種型態 你就要回答說 我知道 至少你學過 第一種就是Function 第二種的話就是Sub 如果中文名稱的話 Function其實就是函數 函數的英文就是Function OK 那因為這個Function 是我們自己定義的 所以我一般會稱它叫做 叫使用者定義函數嗎 不過這個好像有點太長 但是制定函數算了 所以我都稱制定函數 那如果呢 Excel裡面內部就有的話 那個叫內建函數 所以這樣來區隔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們在上個禮拜上課的時候 有特別強調 VBA到底能夠做什麼 其實就是彌補什麼 內建函數的不足 也就是說某些功能你需要 但是它並沒有提供你 對應的函數的時候 那其實你可以自己定義嘛 OK 這個例子也可以 你會發現 如果有這個函數的話 那你就簡單的 你就直接怎麼樣 一樣的方式 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參數給它 名字就是這一個 然後它的稱謂的話 這應該是性別 把性別給它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什麼 產生你要的這個最後的結果 向下填滿就好了 所以這個也滿好的 所以假設啦 如果沒有這個函數 或者有函數 可是它的公式非常攏長的時候 那你乾脆自己寫個算了 就簡單很多了 OK 所以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重點 然後請各位稍微複習一下吧 這個Function是在第七頁 那SUB的話呢 是在第八頁 OK 那只是說你會想說 那明明有Function跟SUB 到底有什麼區別 待會再看好了 這滿重要的 所以今天也會再講一下 比較有關VBA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比較重要的觀念 因為有AI 所以細部的程式 如果你現在看不懂 暫時沒關係 我現在講的 就是你一定要知道的部分 其他不知道暫時沒有關係 但是啦 如果你可以把它當個目標 假設以後你這些都全部看得懂 也可以自己寫得出來 自己改得出來的話 那當然相對的就不太一樣 不一樣啦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請各位先把上個禮拜的範例先打開 然後試著把上個禮拜 尤其是最後那個制定函數的部分 稍微再看一下 如果問題解決的話 再看一下綜合練習吧 綜合練習的那個問題 綜合練習有一個欄位叫手機 那手機的話呢 如果我要把那個結果給公式產生的話 怎麼做 甚至啦 一樣喔 不是只有公式 你說老師我要寫VBA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怎麼不可以 有沒有很困難 我發現其實還蠻簡單的 比以前我教 以前沒有AI時代 真的我每次光教這些 而且光一個範例 真的可以講一次上課 就是講這一道題 同學也是記得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有AI可能學習的 這個重點可能不太一樣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 谢谢观看